你先准备 你先准备 麻烦你 我等一等 好,各位 我看这里 麻烦你 麻烦你 右边是吧 好,中间 好,右边 好,我叫句口号 找句口号 找句口号 可以 好,我们来一次口号 有政有句不敢动 有政有句不敢动 律政司长玫瑰叔 律政司长玫瑰叔 毛李放生 狼狈为奸 狼英不乐祸 好,我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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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政有句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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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长玫瑰叔 律政司长玫瑰叔 独立意见又不乐 独立意见又不乐 解释理句不清楚 解释理句不清楚 毛李放生 狼狈为奸 狼英不乐祸 狼英不乐祸 法治很麻烦 法治很麻烦 好,OK 谢谢 时间所限 毛哥先说 首先,很多谢 林卓廷和尹兆坚 和各位以前的同事 给我一个机会 在这里说个意见 我昨天引了秦间 那位清朝的读书人 就是 重送以后 收明会 我到坟前 愧姓秦 我昨天也不太准确 我改了 我就是 散运以后 收明英 我在香港 愧姓梁 我在香港 说自己的声量 有点不太好 我为什么要来呢 我觉得 我们民主派 真的要为香港人做事 我记得我上一次 在这里 鞠躬道歉 就是说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尽力 去打好选战 不幸 堂马 就是输了 今天就是我们 把我们的道歉 变成 行动的时候 虽然 我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位 是被人报复 他们是目的 我认为 他们两个在那天 开会的行为 不是他被告的原因 而是他之前 走到英国 要抓梁振英 归案 那时候 纵纳的和根 所以 我首先 就 对我旁边的那两位 议员 就是我以前的同事 表达我的 敬意 和支持 为什么 我这样说呢 上次我们鞠躬的时候 可能我们 听不到市民的声音 我们现在有告诉市民 就是苏州过后 没有听到 现在 郑若驊 司长 一反过去 律政司的习惯 在廉署提供了一个报告之后 如果廉署没有案 他就一定会说 不用了 不上去 告诉律政司 但律政司说明 看完报告之后 是觉得没有合理性算 所以不告 还涉及两个 第一个 就是 周浩鼎和梁振英 私通的问题 这个一定是 中职人员行为不当罪 不用说了 而且还跟 现在我不是本会 而且是跟立法会 的议员去监察 一个涉嫌 贪腐的特首 有直接关系 都可以说 没有关系 没有事 第二个 我是其中一个暴汉人 现在见案过了 可以说 我说梁振英 涉嫌四次没有申报他的利益 我再说 第一次 就是他做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 他做后任特首的时候 第三次就是 他就任特首的时候 第四次就是 2012年10月 他明知道 前那一份 已经获委任 做UGL 的董事 照样不申报 硬着头皮 委任他做多三年的 港节主席 港节搞成这样 那就是他原因 变死金牌 因為我要去中聯辦 為王岐先生和他媽媽請命 也要為那些被迫害的宗教 王牧師請命 我在這裡 希望香港的市民 出來支持 星期日的遊行 不是他們倆的事 也不是民主黨的事 是香港人的事 上次我在這裡 我今天也在高個工 希望香港人出來 大家記住 我們做民主派很謙卑 我們對誰傲慢呢 對鄭若驊傲慢 因為他不秉公 對梁振英痛恨 因為他貪腐 各位香港市民 受我一鞠躬出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留意到這幾天新聞 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律政司剛才說 他決定不起訴 梁振英 本身他犯了一個很嚴重的程序錯誤 就是他沒有去 去殺取這個獨立意見 今天明報 大家可以留意 論壇擺有一篇文章 也有這麼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 看到律政司處理梁振英案 對比起以前處理胡仙案 是更加倒退的 這位是傳媒人梁振英小姐寫的 我也深表同意 就是說我們看到 整個 我們先不說任何立場 已經是說 律政司應該用什麼的程序 用什麼的方式 來跟進一個前特首 或者社會很著名的人物 是牽涉到貪腐問題的時候 他是沒有來 按照一個我們應有期望的程序 來跟進事件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看到 律政司鄭若驊所做的行為 是不符社會的期望的 我相信社會也會看到 為什麼以前 一種做法到今天 是不去跟進一種做法 這是很大的問題 鄭若驊上任以來 我自己在立法會裡面 亦都覺得 他很少來面對公眾 上會來回答議員的問題 我們很少見到 公開露面來講律政司的一些依據 我們亦都很少見 我們會認為 他作為一個律政司司長 是不稱職的 那我不如給多點時間 兩位來多點講整件黨情 好不好 好 我答一聽 各位 由律政司在星期三 上星期的時間 宣佈 不檢控梁振英 到現在 已經是 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我們看到社會的輿論、傳媒、法律界的人士、前律政署的高級官員 以至建制派的代表人物,譬如是陳志思、湯家驊 都是公開用不同程度質疑或者要求律政司公開交代她不檢控梁振英的詳細理據 就算特首林鄭月娥在三天前也公開說 律政司很願意再公開交代她的法律理據 但是三天了,鄭月娥在哪裡呢? 有沒有人見過鄭月娥? 有消息就說她休假了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休假了 但是她如果在這個時候休假呢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的 因為一個這麼重大的案件的決定 是影響香港廉潔和法治的 如果她真的要休假 為什麼不休假之後回來才宣佈呢? 如果她是要休假前宣佈的 為什麼她不取消休假去解釋呢? 如果她在香港不是休假的 為什麼她歸宿這麼多天呢? 就連特首都公開說 請她進一步解釋 她都自若網民 是否像當年她去處理自己的僭建風波一樣 一路歸宿 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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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這個尋人的告示 尋人的告示 就是希望 鄭月娥不要再歸宿了 香港現在的廉潔法治 是急急可危 市民的信心 在不斷下降當中 她作為律政司司長 如果她有很強的法律理據 她應該站出來 和大家交代 大家看她一頁子的聲明 現在律政司的交代 就是一頁子 就是輕飄飄的一頁子 也是香港法治的份量 就是這個輕飄飄的一頁子 她還敢在那個聲明最後說 律政司對這個案件的決定作出解釋 讓市民對這種公眾關注的案件 有全面和充分的了解 她那個解釋的內容只有這裏 其實是半板子 半板子是解釋兩個疑犯 周浩鼎和梁振英 三個指控 半板子就叫 全面和充分的了解 你用一個常理去理解 都知道這個不是充分的理解 我經常說林粉強案 都有五板子 林粉強是一個指控 她作為行會成員 是不是偷捕賣樓 有沒有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是一個指控 都是五頁子 裡面是有廉署的調查結果出來的 她現在說法 第一個 她說 關於收四百萬英鎊 證據未能確立 戴德良行不同意 梁振英接受這些款項 那是怎樣呢 即是沒有證據證明 戴德良行是同意接受這個款項 我另一個解讀就是 還有她上面就說 這個是不競爭不惑國的協議 戴德良行是知識 她會收款的 那知識收款 是不是知識四百萬呢 還是知識她收二十萬磅呢 還是四百萬磅呢 知識是不是等於批准呢 因為 因為法例是要批准的 是要求主持人批准代理人 同意她收起款項才行 還有這個協議 不只是不競爭不惑國 還是要支持她收購 還有擔任她們的 Advisor和Web 即是顧問和推薦人 那為什麼 你一個這樣的解釋 就叫做 全面和充分的了解呢 我只是提這幾個合情合理的問題 也不只是我提 劉進圖先生今天在明報都提 類似相關的問題 第二點就是 她說到公職人員 是不是失當的更離譜 她就說 至於梁振英沒有做理申報的指控 其實只有三句說話 第一句就是 由於梁振英沒有利益衝突 因此沒有法例規定 她還需要申報她 在成為行政長官之前 與UJL簽訂協議 而獲得款項得金額 如果這樣是個道理的話 我們三個議員 在就任之前 都可以跟大財團 去簽顧問服務協議 一路做議員 一路收據款 然後就不用提供服務給大財團 她又不用叫我做事 沒有你的衝突 沒有你的衝突 就不用申報 我們就發達 香港的廉潔去了哪裡 如果是這樣 這是很令人害怕的解釋 如果我們全面和充分了解 這是合法的做法的話 香港的廉潔會崩潰 另一點就是周浩鼎 大家千萬不要遺忘 周浩鼎 周浩鼎 她的說法只有幾句 她就說 周浩鼎提交給專責委員會的 主要研究範疇 是來自梁振英的 這些修訂並不會影響 專責委員會的正常運作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這種不當行為嚴重 至足以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我們現在專責委員會去研究我們的職權範圍 一個被調查人士去指示委員會的副主席 去交被調查人士草擬的職權範圍 去影響我們的調查方向 收窄我們的調查範圍 這樣就叫做不會影響我們正常運作 難道我們現在專責委員會 我們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的正常運作 就是要聽命於特首 她說怎麼查就怎麼查 這樣叫正常運作嗎 如果這樣的不當行為 都不是嚴重到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怎樣是呢 因為現在說的是行政機關干預立法機關 去做一個調查 這是很嚴重的例子 如果用同類性質的事情發生在刑事案件 已經是妨礙司法公正了 這樣還不足以去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以前你告公務員 告這條罪 說他開工的時候走去麻醉館打麻醉而已 這樣也告這條 那些公務員就覺得 喂 我是不是要上訴啊 我的案情輕這麼多 你都要告我這條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判賣 坐牢的 有不少人 你有沒有搞錯啊 所以大家 不要遺忘了周浩鼎 我最後一點就是 大家看到 社會各方都非常質疑 所以 律政司 自己去做個決定 沒有徵詢 外判大律師的意見 這個已經是 違背了 律政司 多年來 多次的做法 也是違背了自己的政策 因為正如他們自己解釋 如果是 會引起公眾 認為律政司有偏頗 或者有利益衝突的觀感 他一般就是會 將個案外判大律師 由外判大律師給的法律意見 他最後再作決定 一般來說 外判大律師的意見 律政司 如果沒有很強的理由 一般都不會去推翻他 大家 這麼多年的理解 和他的做法都是這樣 為什麼他不做這件事呢 如果 個案 好像建制派議員那樣說 第一天就知道沒有證據了 根本不應該去查 不應該去告的 你律政司更加不應該摟炸彈上身 應該叫其他獨立人士 一個不夠兩個 兩個大律師 給獨立的法律意見 應該告還是不應該告 如果他們都說 看過了 真的不應該告 譬如說 哪些公司那本不合作的 哪些人士不提供資料的 譬如說 大家根本誤會了整件事的 你便公開出來 你現在擺到自己的位置 是極之不利 因為 梁振英 是前任特首來的 是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家級領導人 你一個地方政府的官員 面對 國家級領導人的刑事案件的檢控 公眾 最少有不少人 是有一個觀感 覺得你會不會 是有政治因素的考慮 會不會偏頗 會不會有你的衝突 最少有相當人 是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有這麼多人 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你不跟 律政司 一貫的做法 去做 就是外判資深大律師 拿法律意見 拿一個不夠就拿兩個 好了 如果你們 不找外判大律師 你覺得 我自信心非常爆棚了 我一定可以解釋得清楚這件案 為什麼不夠證據去定罪 所以不檢控 如果你這麼有信心 你就站出來面對公眾 來立法會公開交代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做呢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做呢 明天 就是司法事務委員會開會的日子 我進了信給梁美芬 最後 是建制派議員決定的 他們佔多數 邀請還是不邀請 律政司來 如果特首 行會召集人 行會成員 都是覺得 律政司是應該要進一步公開交代的 我看不到建制派議員 為什麼要反對 去邀請律政司 如果他們反對 邀請律政司來的話 其實 公眾就會問 是不是心虛啊 是不是不解得通的 是不是不見得人的 如果你是有這麼強的理據 更加要爭取機會 盡量解釋清楚 為什麼不告呢 還是根本的事情 你是不想讓人知道的呢 最後一點就是 廉署 廉署 做了四年的調查 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資料找到出來的 為什麼 律政司 將廉署 所有找到的資料 基本上都抹殺了 一隻字不提 只是講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 是否全心隱瞞 廉署找到的資料 他不外判大律師 是不是不想這些 廉署找到的資料 給其他人知道 不想外傳出去 是不是這樣呢 你一天不公開交代 廉署的調查 的成果 我們一定會問到底的 那遊行的安排 我請尹兆堅 再跟大家講講 OK 就著這次事件 我先回應幾句 我稍後會交代遊行的內容 就著鄭玉華 現在這個星期的表現 我可以用八個字去概括 就是從屍顧忌 食髓滋味 基本上他自己在上次 潛建風波事件之後 都是用差不多的策略 即所謂時間策略 不回應 歸宿 接著拖到件事 公眾沒有那麼關注 或者有更多的社會事件 湧上來 這樣就可以 逃之妖妖 事情就失去焦點 我覺得 如果他這樣想 他就太天真了 這幾天 我收到很多傳媒朋友都投訴 不單止我們要 照他上立法會的困難 傳媒去找律政司 聽到的訊息就是他放了休假 但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麼重大的事件 接著去了休假 這個舉動是極難看的 我不管他什麼動機 是極難看的 我不講太多相關的論點 我簡略講幾點 然後就講一下遊行的情況 第一 固然這頁子很貧乏 剛才阿廷也有些解釋 我的看法就是 他的解釋是歪來 要不就是歪來 要不就是不解釋 跳下去結論 這個肯定是不足的 而大家都知道 律政司過去 這麼多年以來 面對重大的法律爭議 或者是在上位者 不是一定特首 高官也好 在社會上有位置的人 在上位者的時候 他是會用特別嚴謹的方法 為什麼呢 本身有個原因 就是避免官官相位的感覺 避免市民覺得互相包庇 這個做法不是 無的放置 不是亂來 也不是隨便 因為現在轉了律政司 司長認為不用就不用 不好意思是錯的 很多建制派同事在說這些歪理 梁美芬也好 何君堯也好 說這些歪理 司長認為不用 既然基本法說 最終權力在他身上 他認為不用就不用 不好意思 你還要是律師來的 簡直是侮辱自己的專業 法律的構成和做法 不僅僅是說那個條文 他那條條文說 也不是說絕對 他不是說絕對的權力 而是要根據過往的常規 一些convention 一些慣例 一些先例的做法 而他是解釋不到一件事情 他憑什麼 突然這次 面對一個 前任特首的時候 他改變了 以前這麼多年來的做事方法 去到不被嚴地 令人社會構成一種觀觀相位 互相包庇的感覺 這個一定說不通 是很差的做法 也有些同事說 不是啊 建制派說 他現在有這個能力 律政司有這個能力就可以了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過去錯了幾十年了 過去回歸 不要說以前 回歸二十年也錯了 梁愛詩是第一個做錯 是不是呢 立下懷先例 回歸之後 說這麼多做什麼 戒戒律政司也錯了 是不是 不是啊 這個先例的行為 是有合理性的原因 就是要向公眾交代清楚 我希望他們不要再蒙運公眾 就是用什麼基本法 賦予他律政司最終權力 他所說的事 那種混淆事情的方法 他不是很大的 他都要按規矩 合理地向公眾交代 另外也不要再賴 但是呢 就說 因人而異的這些事情 不是因人而異的 法律正正不應該因人而異 是應該因證據而做決定 而那個程序規矩 是應該統一 合理 以及公眾可以有一個合理期望 知道他怎樣行事 這些就是普通法的精神 要我們教他們的建制律師 有沒有搞錯 我補充多一點 就是 剛才阿廷有提及過 就是他裡面的內容很頻發 其中一點沒有什麼人說的 就是 到底那個潛在利益衝突的部分 即是梁振英 在這件事件中 現在律政司的解釋 就是說他 上任前的事 所以 就 不是歸勒 類似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說法 固然是大漏洞 如果是這樣的 所有高官權貴 在作任公職之前 就可以跟財團和海外公司 簽訂秘密協議 收了錢 這樣就 投資夭夭 那法律就成為一個很大的漏洞 更加重要的 如果這樣說 許事人就是冤案 這樣很離譜 他們在說什麼 我覺得這些完全是歪理 我們這麼多的案件 其實過去也有不少 外拼了一些獨立法律意見之後 決定也未必是告的 而很多時候 這樣出了一個周全的說法 合情合理的話 還有不同的意見 社會很快沉澱 因為大家都在用法理的理據 去以理服人 這次現在就搞出一個 不能收美的大頭髮 完完全全是律政司的錯誤 梁振英到底是否潛在你的衝突 那是很明顯的 因為他那筆錢 如果根據《基本法》第47條 他是要向首席大法官申報財產 申報資產的 那他又沒有申報到 有些建制派竟然說 那個不是資產 那個是收入 大哥 你再說這些事情 不要那麼幼稚 收入了收入 放進銀行就變成了資產 是不是要爭論這樣呢 留一點臉皮給自己好不好 不如你直氣壯地 去到辯論有關事實 攤出來給大家看 而最大的質疑就是 如果你在任特首的時候 收了海外公司四百萬英鎊 承諾他做顧問 而期間你亦做過一些舉動 例如委任前那份 超額完成再做三年 港鐵的主席 期間他又被委任作為UGL的董事 而UGL和禮頓又有子母公司的關係 他們亦投了港鐵的一些工程 這個瓜田理下 令公眾覺得有潛在利益問題 是很明顯的 到底有沒有犯法呢 有沒有查證呢 廉署查了幾年的證供是怎樣的呢 所以在這份文件裏 renew dropped scroll 是沒有採訪的 經常用圓謠示聽 == 雙指ennes == zien 沒有證據顯示他不同意 證取說達德良可未必不同意 那是可以否也是同意 剛才阿廷也講過 如果是同意的話 梁靖英經常講 主總 42%是否有文件 有沒有會議紀錄 是否只請白日子拿出來呢 所以我不講太多這個觀點 我覺得這次我們社會 是不能夠輕輕放過 我交給譚文豪講講意見,我最後才講講遊行的路線 其實我相信剛才阿廷和文兆堅議員都講了裡面的一些看法 對於我們來說,其實公眾最需要知道的就是有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為什麼不起訴梁振英先生 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就這樣給結論,而是沒有中間透露究竟原因是為什麼起訴不起訴 在過往其實我們會看到涉及一些比較重大或者公眾非常之重視的一些案件 很多時候都會外拼一些外面的律師,大律師,遇用大律師 來看一看,究竟這個律政司自己裡面,究竟有沒有一些地方看漏了 或者聽一些意見,但很明顯你這次的事件就完全沒有 那如果你說,喂,不是啊,因為以前那些律政司思想差而已 現在鄭若驊很厲害的,他認識的,喂,那又不是啊,鄭若驊 即是他上任的時候,林鄭若驊,要怎樣銷售他呢 他不是說他是刑事法專家啊,他是仲裁專家啊,對不對 所以我又看不到為什麼他有這樣的凌駕性 比起以前的律政司司長有這個凌駕性,我們是完全看不到的 而剛才說的這個問題呢,就是說,不是你告還是不告的 這個,我們不是純粹單體的結果 而是中間,我們看不看得到香港的法治的公義程序 是大家看得到,見得到,亦都信得過 如果中間是完全沒有的話,就等於一個學生,你做這個數學題 你就這樣寫一個答案,但是你不寫中間的步驟的話呢 就算你的答案是對的,其實你也會得到零分的 那大家讀書的時候都知道的啦,即是你中學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就這樣寫一個答案出來,而中間是沒有任何所謂的步驟的話呢 你是會零分的,就算你的答案也對的話 可能錯啊 現在問題就是說,可能答案還要我們覺得有機會是錯的,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就是說,那個公義性好像現在 就是由97年開始到現在呢,是每放月下 現在不是單單是說一個人,或者這個是因為梁振英,不是那麼簡單的 而是說,這些程序公義,這些大家見得到,信得過的步驟呢 香港人是要看得到的,不是說只是為我們這幾位人交代 其實香港人也要有個信心,香港的法治是未死 而這一個的律政司司長其實有責任,是告訴香港人知道 告訴全世界人,甚至乎現在說香港怎樣成為白手套啊,是不是? 你又見到有何志平等等這些問題 你會見到,我們更加會被人來指責香港的法治 究竟還是不是可以做到以前那樣如私的獨立 你怎樣令人信服呢?也不是說,我說是就是的,是不是? 你也是被人看到,你的程序公義看得到 你的法律也彰顯得到,什麼叫做公正公平公開 這些才是重要的,我們是要求的,就是剛才所說的東西 而不是單單說,你一定要告他,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 雖然,究竟梁振英是不是應該告呢? 我們是存在一個很大的質疑的 我們當然是絕對覺得他是有問題的,是不是? 但是,還是重複回,我們要見到的是程序公義 並不是這樣告訴我們結果 我只是一句,因為我想說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說 這次他不調查,他不起訴梁振英的事件 是比起胡思案更倒退呢? 就是你看一下過往這麼多宗 關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涉嫌的一些案件 林粉強、湯顯明、梁錦松 去到曾任權、去到許氏人 全部是有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 胡思案就是唯一的例外 就是沒有去徵詢法律意見 但是當時的梁振英 也是上過立法會 詳細地去講過很多次 關於這件事件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判斷 當然,我們也是對於這件事很有意見 但是這次 是兩件事都沒有做 那也是為什麼我會說 是完全的倒退 謝謝你 我講講那個流程 簡單講講流程 接著給大家問問題 星期日 我們會在遮打花園集合 就是下午1點半 2點半 不好意思 2點半 對不起 下午2點正 我講過一句 星期日 我們會在遮打花園 2點正 在遮打花園集合 我們會呼籲民主派 以至民間社會的所有朋友 一起發動市民去參加 我們會有個集會 接著會遊行上去 政務司司長的 律政司司長的辦公室 我們有一個行動 我們在下面的集會 會讓大家多發現 國書記見 讓市民多一點發聲 我希望這件事件中 可以多些市民來參與 將他們的心聲說出來 向到律政司去咆哮 指出他的不正確的地方 在程序上如何不公義化 在操作過程如何落差 如何破壞到香港的法治 將他們的心聲說出來 另外我們去到律政司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儀式 這樣的詳情 我留在當日才再交代 大約的儀式就是 讓市民可以每人參與市民 每一位都可以表態 對這次鄭若驊 這個違反這麼多年來的傳統 和五合乎程序公義的做法去說不 大約的程序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是 請問一下 今次的遊行 發起的應該是 有五月底市民會發起 應該是兩位發起 另外 例子就是 今次最主要的訴求是 怎樣 如果鄭若驊 可能是假定 出席 可能是司法庇護 特別不容易 因為是否 應得到的事情 第一 遊行是 我們民主派的同事 和我們天下為公共發起的 第二 我們的遊行 我相信 舉辦當日 鄭若驊 都未必會來到 立法會公開交代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鄭若驊是一句 公開的說法都沒有 除了那一 葉子的聲明 也沒有人見過他 那 明天的 法律的委員會 立法會的委員會 開會 去決定要不邀請他 我相信 都不會馬上 都不會馬上 邀請到他來的 所以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星期日的遊行 仍然會繼續 我們星期日的遊行 第一 我們要求 律政司司長公開交代 他不去尋求 獨立法律意見 去處理梁振英案 是不是有角色的理衡衝突 是不是會引起公眾 認為 律政司偏頗的觀感 第二 他不檢控梁振英 的具體理據是什麼 第三 就是 廉政公署四年的調查 的結果 具體是什麼 為什麼律政司 在他的聲明不公開交代 最多一點 是最重要的 我們這次的遊行 叫做 守護 廉潔 法治 大遊行 因為兩者 是 相負相成的 缺一不可 我們認為這次的事件 不單止衝擊到 我們市民對香港廉潔的信心 還在損害香港的法治 有不少的法律界人士 已經在質疑著 律政司的做法 所以 如果律政司 仍然是用一種歸縮的態度 去面對公眾這麼強 和這麼有理據的質疑呢 我認為 他根本 不再 適合 坐在這個位置 其實他當日 潛建風波的時候 早應該要下台了 現在 他做律政司 沒有公信力之餘 不僅 還是做一個 決定 是引起公眾這麼大的質疑 而他是沒有一個合理解釋給公眾 所以我們認為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是否適合做律政司呢 我想社會早有公論 我補充一點 其實 其實是在上星期 鄭若驊 有這個公布之後 天下圍攻小組 已經即時 討論過 會有什麼跟進 其實我們原本 是想 剛剛過了那個星期日 已經有行動 當然 當日 民主派的同事 也很快就有行動 我們覺得 可以先停一停 所以我們預計了23日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 下個星期 再之後的星期 就是元旦大遊行 你看到 社會上的反向很大 基本上 這些行動 都是一浪 接一浪 我收到很多 前高官 甚至退休的高官 一些意見 或者訊息 就覺得 看見這次的事件 覺得很痛心 其實 覺得社會 真是禮崩惡懷 很多人的立場 其實他們這些高官 都未必是 原廠民主派的看法 但是他們對於香港 法治 廉潔的堅守 是很堅持 很著重的 看見這樣的處理方法 這麼粗糙 這麼硬來 赤裸裸地 將香港的法治 陪了上去 他們是很不分的 所以我相信 這個市民的怒火會很大 接下來 也會連續行動 除了上星期的行動 今次 接下來23日 天下圍攻 和法民的同事 一起呼籲這個 另外就是元旦大遊行 你只問到 你期望有什麼效果 第一 我希望多些市民去關注 讓整件事件 可以構成一些壓力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陸續有不同的行動 上星期 林卓廷都已經說了 我們可能有人會做 司法覆核 就著政司 今次的決定 另外 也有些朋友說 會不會私人檢控 所有這些可能性 我們自己都在想 我希望 這件事件 或者我們一連串的行動 顯出民主派 其實 是很團結地 看清楚這件事件 希望讓這件事 最終有少許突破 郭醫生來到 郭醫生 給郭醫生說說 好 我想最主要 就是這件事 有些人說 那你怎麼辦呢 只有兩個反應 一個就是 香港人吞了它 就當沒事發生 第二個呢 我們在這件事裡面 絕對 不可以 是不顧今次 顛倒黑白是非的做法 我和泛民議員 很清楚 和香港人說 我們簡直 在這件事 一定要查過水落石出 有兩點 我想大家留意 第一 就是律政司 那個 我覺得是完全不合格的聲明 市民失望 不過裡面 說了一點 是很有趣的 他就說 梁振英收這五千萬 但似乎就 戴德良行知道 他就用這個理由 就好像這件事淡化 不過其實最重要 戴德良行 知不知 是一個問題 但是最重要 香港人知不知 因為他是做特首 去收這五千萬的 最重要的一點 在法律上 就是為什麼 特首 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清清楚楚 有很多機會 是被他申報 他不申報 這是不能夠就此了斷的 第二點 大家都看到 都開始有些奇怪 早幾天 林鄭 就說他一定會擇 鄭若驊 要出來說 今天你看到 張建宗已經開始退态 他就說 不是說了嗎 有一頁子已經說了 他做不做 他拿著主意 分明是彈工手 其實政府是 不知道是否在這裏 有些歸宿 剛才阿韻和林卓廷都說了 這件事我們絕對不能夠 去放手 因為最重要 不是那件事 只是 六八九 梁振英 而是在香港 如果我們容許這些 禮崩惡壞 或者一些這麼嚴重的事件 輕輕大過 而有這麼多的高官包庇的話 香港是不能向前走的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現在這個時候 要告訴別人 香港是一個廉潔的社會 以及堅守一國兩制 已經是很困難 這是直接影響香港的將來 香港有沒有一個獨立的地位 是不是會被 全世界人體誠 跟大陸一樣 大陸都是這樣的 貪官 沒有所謂的 貪官我們都 看到大陸的做法 都是盡量包庇的 我想香港是不能夠容忍 所以這件事 我們支持民主黨兩位同事 我們亦都希望呼籲多些香港人 無論是來近四十日 或者一月一日 元旦遊行 千萬不要不出來 因為我重申 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 當看不到 看不到 時運高 第二個就是香港人 距離歷增行出來 要求政府交代 我相信香港人 是要政府交代 我相信民主派的行動 一浪之一浪 有沒有其他問題 請問 關於主任 另一時間 一旦 River OOK 事故 香港 香港 for unknown reason if she have sufficient evidence or reasons to explain not to prosecute see what I learned she should have come to meet the media and explain her decision thoroughly but she fails to do so it seems that she have no reason to explain or support her decision and I urge all the Hong Kong people to join our protest on the coming Sunday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lean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because the Siwa Island case is a very serious suspected corruption case and the statement announced by the DOJ I could not explain the rationale that not to prosecute Siwa Island and the statement does not include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ICAC if we accept the results and the practice of DOJ not to prosecute Siwa Island not to further explain the rationale in detail and not to seek legal advice from field council so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will be at stake and it may also ruin th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clean government and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so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fight and to defend the core values of Hong Kong 趁郭醫生在這裏 我想做多個fotocall 先好嗎 方便大家好嗎 謝謝 因爲我見譚文豪 稍後如果走了就走了 好 好 如果有問題 稍後我們再跟大家答 請問一下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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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我 那些麻煩你 要做完蛋 麻煩你 麻煩你 要做完蛋 麻煩你 要做完蛋 請多點 我先拍一句 我先拍一句 好,先叫句口號 好,預備 有證有句不敢動 律政司長米歸叔 獨立意見又不拿 解釋理句不清楚 無理放生 狼狽為奸 有證有句不敢動 律政司長米歸叔 獨立意見又不拿 獨立意見又不拿 解釋理句不清楚 解釋理句不清楚 程序不公義 程序不公義 破壞港法治 結果是超錯 結果是超錯 市民不收貨 市民不收貨 OK OK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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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